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我是大鴻輝 今集又跟大家說一下李龍A 即是基哥李龍基 之前曾經說過終極回應 又說關於他和未婚妻Chris的情況 不再作回應 但日前他探望Chris之後 就換上桃紅色的西裝 配上頂紅色的帽子 整棵櫻桃花 就趕著去黃大仙出秀做秀 面對著愛人官司前身 基哥很快就收拾心情 日前就在黃大仙騰龍飛躍嘉連華的舞台上 以壓軸嘉賓的身份出現 不過他在台上想到Chris的時候 他都忍不住留下這個男兒類 一開場的時間 其實基哥都譚少豐生 拿出的專頁 向黃大仙的街坊問號 就說大家好媽 生活愉快媽 發育正常媽 什麼都假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之後就唱出第一首男子漢 即是堂堂男子應該將仲淫當 這首歌都是一首 我想都可以差不多是唯一一首 我自己最認識基哥的一首歌 即是被粉絲聽完之後 就哄他 就要繼續Encore 他就看到觀眾 這麼熱情 就開始有些信心了 就說Encore要等我下台先 不停就開玩笑 搞氣氛 他就說 多謝這個玉皇大帝 令到天氣很好 接著黃大仙的地頭 玉皇大帝上身的他就當然了 他說 風雷雨電都任我差遣 我叫他不要下雨 就不會下雨 他亦都說 做人就什麼都不要管 最緊要是開心 年齡 最緊要是心境 我自己今年都只是38歲 聽到他這樣說 難怪他迷戀他 這個 Chris 三十幾年的優才 都只是三十幾歲 跟他差不多一年多 明明還是一個很開心的氣氛 但是突然唱到英文歌 近尾聲的歌詞 就突然間 就感動哭泣 就哭著這樣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發生什麼事發生了 我都很喜歡 希望他早點 他就在說 希望Chris 快點出來 快點好回來 那就是盡顯他情深的一面 之後呢 馬一馬眼淚 就收拾心情 就說 不要理他 大家不要看負面新聞 跟著呢 就唱完最後一首歌 就是這個 獅子山下 那就是 又開心 又灑淚 又開心 網民呢 都見到 基哥在黃大仙的表演 都讚他 演技大爆發 到底這個演技大爆發 是讚他 還是笑他 大家就自行去演繹了 其實呢 一直都說 這個基黃戀 這件事呢 其實在近期 2024年成為了這個 剝花生的一個娛樂園業話 其實原本只是他兩個人的刺激者 端來端去都是他兩個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引來了在台灣長住多年的 殿堂級歌手 即是有這個娛樂圈風紀之稱的 恩尼姐姐呢 也都忍不住在這個社交平台留言 抒發他自己的看法 他就說 基哥一世英明毀於一旦 害了自己又害人 一場鬧劇 偷雞不到就蝕渣米 搞到官司前身又何苦呢 現在呢 應該呢 就是享福之年來的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 恩尼呢 其實雖然呢 就已經退出了娛樂圈 也都基本上都已經 不是這個娛樂圈的活躍人士 但是呢 往往呢 有些娛樂圈有些什麼事的事 他就以這個風紀的身份 就出來呢 就去 評論一番 講一下他的看法 作為這個正義之師的角度 去批判一些 不同歌手 或者不同藝人的事情 之前呢 都有數之不盡的前方 所以呢 恩尼姐姐呢 就一直以來呢 都有這個惡壇風紀的這個稱號 這個稱號 即是呢 在基哥呢 即將在王大仙的晚宴出秀之前呢 他還暗吹呢 基哥有機心 一針見血地說 就說 基哥呢 就像非受害者 即是說他不是受害者 他是知情者 製造者 像是懵懂博同情 新聞空窗旗呢 就吸這個版面 也都有一堆配角呢 就隨雞起舞 可覺可氣 為開鬍之前呢 熱下身 像是假裝豬吃老虎 即是呢 都說得相當相當之明顯 其實這些說話呢 都可能都是一班網民的心聲 所以呢 很多人呢 表示讚好 就說 說得好 這樣說 因為呢 這件事就夠了juicy 媒體就爭相報導 欣尼姐姐呢 就說 香港的娛樂圈 是不是沒有聲了嗎 可憐到呢 只能夠報導 爺酸戀 詐騙戀 疲勞轟炸到幾時呀 沒有正能量的傳遞的嗎 那俗語就說 不要念 不知醜 罪無敵 即是說人無恥便無敵 想聽些香港的新聞 流量八卦 又是他TVB開過show 每日一聲給他 扯下都不錯 賺錢了嘛 整個劇本 演演演演 沿途開枝散葉 越演越烈 由三個人呢 就變成無法修科 將要發 將快要連洞房都要公演 即是拿命 那之前呢 就曾經說過 不再為事件回應 大家呢 每一日呢 都繼續呢 追蹤著基哥 去探望克里斯 在這個懲教所的地方 那麼 知道了呢 恩尼姐姐呢 這樣去批評她的時間呢 她們都透過傳媒反擊恩尼 她就說 這個呢 錯誤的資訊呢 恩尼誤導了 她就說 認識我這麼久 現在才知道 我扮豬吃老虎的人 那麼她有少少失敗 那麼 老姜就鬥老姜 那麼 恩尼就馬上就 見到這樣的回應 恩尼又反擊她 她說 當聽到別人說 你有復出的意思呢 我還以為自己 看漏了些什麼 我覺得你是不會 那麼她呢 就繼續發現 她就說 基哥呢 請你不要怪我 打斷你的宣傳 無心插扭扭成音 對不起我 言論自由萬歲 我只是路人甲跟你一樣 你們可以不重覆 不看 不抄不講 但不能禁止我說話 是不是呢 那麼她就說 人生有得就必有失 希望你得比失更多 這場風波 希望早日落幕 你千萬要保重身體 成功失敗 只有你最清楚 賺到就是成功 我沒有賺到當然就是失敗 基哥不要介意 苦口良言苦口 快樂做口 祝你演出成功 也補回一句 祝她演出成功 我不是就是罵她的 網民看得相當之開心 71歲的樂壇風紀 欣尼姐姐 就對著73歲的 同樣都是老姜的 李龍A 真是夠了juicy 夠了花生 最好就是 李一言我一語 然後就再把 欣尼說的話 再問基哥 基哥回應完之後 再問欣尼再去說 這件事 就能夠沒完沒了 那些記者 就有很多東西寫 大家繼續去摸 這包 不知道什麼時候 沒完沒了 是不是真的 好像欣尼所說 什麼時候才完 的花生 真是沒人知道 在這裏都奉勸一句 欣尼姐姐 不關事的 就說小句 如果不是這樣寫法 這樣評論法 都不知道說到什麼時候 Chris 一直都沒審到 案 還沒判決 大家都會繼續追蹤著 李龍基 阿基哥的蹤影 他的一言一語 和去向 身為旁邊的人 你都會說是路人甲 即是吃花生的 就說小句 不關你事的 做完風紀 扮了自己正義之事 又說人家扮豬吃老虎之後 是不是都好 留回其他網民 我們自己不關事的人 自己吃花生就算了 作為公眾人物 就說小句 就最好了 好了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裏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講過